不過另外一個是不是全市場 這個全球資金的一個變動 我們要帶你看昨天的台幣突然間狂升 然後你看到金價創歷史新高 然後大家金價一路往上看 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是頂 沒有頂 因為我們來看需求還是持續 中國央行他們有新的黃金配額 進口配額又開放了 所以可以買更多金了 那當然有人買金 金價就會往上 已經來到2500了 好 然後台幣又這麼強 我們到底要怎麼看台幣的匯率 然後怎麼看金價的商品 問永明哥 今天早上的金價最高 期貨的價錢來到2508 所以我想金價這件事情可大可小 大家可能聽我威威道來 因為電視機前面有很多人在關心金價 那第一個部分的話會影響金的 我們就說因為地緣政治的風險有戰爭 對不對 人家說這個槍聲一響黃金萬兩 那是不是像蕭教授所說的 這個南海衝突造成的金價 當然不是 因為那個規模太小 那到底是什麼因素呢 讓最近的金價上漲 因為九月份美國要降息 那因為要降息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知道 一降息美債的這個價格就會升 那照理來講的話 你可以去投資美債 那為什麼黃金也跟著美債一起漲 因為有一派人的這樣說法是說 第一個你美國一直在印鈔票 即便你現在在降息 可是如果說你未來的債務的 這個負擔變高的時候 你的美債不值錢 那你不值錢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你資金當然要parking在哪裡 parking在黃金上 對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美元貶值的情況之下 那這一派的人是誰呢 我就舉一個很有名的人物 就是大麥空的這個原型人物 當時有一個叫做這個Porter Porter這樣的一個Porter Collins 那他就提出了一個理論 在7月29 CNBC在訪問他的時候 他說美金根本不值錢 嚴重貶值 他說如果你看到美國的債務的話 你根本不會想持有美債 對 所以如果說你未來一年三年五年十年 你不管anytime任何時間 你去投資美債的報酬率 你都會輸黃金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當然聽起來有點道理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看 因為2021年2022年開始 不是有俄乌戰爭 對 那俄乌戰爭之後的話 美國就凍結了俄羅斯的資產 所以這個時候呢 中國印度跟土耳其就開始嚇到了 唇亡齒寒 他認為說你今天凍結俄羅斯 那下一個會不會就換到我 所以我就要氣美元化 那氣美元化我當然就要開始持有美金 但是問題 持有黃金 但是全世界挖黃金的 我們就舉例 現在的黃金被挖出來的 如果以公噸數來算的話 21.2萬公噸 但是被央行所持有的 大概3.6萬公噸 換算起來17% 那現在每生產 大概10盎司的黃金裡面 就有一盎司被央行拿走 各國的央行 對 所以這個比例已經是從10%到17%不等了 好 那問題來了 中國在去年度 如果我們用盎司來算的話 買了723萬盎司的一個黃金 那換算成台灣的比例的話 我們台灣現在的黃金存量 是全世界12 那12的話我們存有 大概1488萬盎司的一個黃金 中國去年一年買了723 佔台灣的存量的48% 很誇張對不對 他最近在掃黃金 對 他去年就開始掃 好 那今年的3月到4月的時候 他又開放了銀行 可以開始持有黃金 那個額度 所以就把黃金 從2000美元一盎司的話 就直接拉到2350 後來他看不行了 因為已經創新高 他就開始降溫 就限制了銀行去買黃金 所以你看黃金後來 消停了大概三個月 對 好 但是最近的時候 因為美國要降息了 他又開始開放 所以黃金就開始上去 那我們剛剛講了一個 美債的因素 一個央行的因素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伊朗的關係 伊朗這三年貨幣貶了60% 所以你持有伊朗的 那個里亞爾貨幣 根本不值錢 結果導致說伊朗 他們現在在義務的 一個環境裡面 開始去搶購黃金 他搶了多少黃金 大概搶了77萬盎司的 一個黃金 換算成台灣1488的 一個盎司的比重的話 大概5% 這三年伊朗也搶了 台灣存量的5%的黃金 然後再加上中國搶了48%的黃金 各自理由一直在搶黃金 對不對 對 但是我跟各位講 你看外資在分析 比如說德國商銀 他在分析大概是2600 然後其他分析是2700 明年有一些金屬交易所看3000 對 這個叫可小 我們剛剛說可大可小 這個叫可小 這還叫可小 這叫可小 我們來講一個叫可大的東西 有一個書 有一本書叫貨幣戰爭 那貨幣戰爭的一個作者 叫James Rica 那他就提出一個理論 在1913年 因為早期都是金本位主義 到1913年的時候 各國開始去 所謂的黃金金本位 開始變成是以美元為單位 對不對 好 那1913到1946 就慢慢的把黃金的儲備率 從100%降到了40% 就是我要印鈔票 我要準備40% 這樣量的一個黃金 到了1974年的時候就變成零 但是你變成零也不行 因為你黃金還是要有一個 法定的一個基準標準 所以你還是要持有黃金 他就講 他說美國你現在M1 這個貨幣的供給量 M1來看的話 大概差不多是17.9兆美金 好 那如果你按照40% 這樣的黃金儲備率的話 你至少要準備7.2兆的 一個美元的一個黃金量 那如果用那個國際換算 單位2.615億的一個金 橫這個盎尺比重的話 你這樣子變出來的黃金 換算成盎尺的話 應該要27500 他不夠對不對 27500 各位你知道那個什麼意思嗎 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念 今天創新高的價錢是多少 2508 但是他說如果換算出來要27500 那個是用40%的比重 那如果我們剛剛說過 用法定 比如說現在各國央行17% 那也要11700 那現在才2500 對 那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重點就是美國 美國不守法 美國不按照這個規定 因為人家準備了17% 你嚴重低於17% 他就沒有買購 他黃金 你根本就不買 為什麼你不買 因為你買了下去的時候 黃金一漲你就通膨 對 然後再來的話 你希望美元比較強大 所以你不買黃金 對 那各國當然知道說去美元化 這個事情的重要性 所以在未來的時間點 一直就是在買黃金 大家就會一直買黃金 對 所以現在有各個地方 都可以買到黃金 你去看印度 印度在2022年的時候 ATM 他就可以拿出一個24K 999存金的一個黃金出來 誰買的 農村買的 然後韓國2022年 也有ATM可以丟黃金出來 比如說10克 100克等等 誰買的 20歲到30歲 MZ世代 占了52%的一個買 他們現在的產行 就是在便利商店買一個黃金 然後當生日禮物送人這樣子 對 台灣有沒有 就當小禮物 台灣有沒有 台灣有嗎 台灣有 在夢時代 在高雄夢時代 也有一個ATM機 你丟錢下去也可以買 我一直很懷疑 我覺得台灣自然很安全 但是如果你說印度 真的如果說ATM可以丟黃金 一整台被搬走 我覺得那一整台 會不會都整個不見了 會不會被敲爛了 我覺得這個都要稍微小心 但各國 現在其實對黃金 開始已經有意識 所以簡而言之 我做這樣的一個結論 今年有很多在情理之中 但意料之外的是 什麼事情 美債一定會漲嗎 但是黃金同一個時間在漲 我覺得這一點 大家可以去深思